而捷运东门站则是要在明天开始营运 现在却传出了台北捷运的分流路线呢 现在在忠孝新镇这边是被通勤族投诉 因为这个行驶的路线呢是看得一头雾水 而这问题就出现在一张的路线图上 这张路线图里头呢光是标往这个台北车站的方向 就有两种标志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让通勤族是看得母沙沙 而台北捷运则是赶紧澄清说 是依照国际惯例来做标示 台北捷运呢将在30号展开分流的新路线 而就在忠孝新镇这个非常重要的转程站 很多通勤族抱怨说在月台门上的这个新的路线图 都看都没 你看橘色的蓝色的绿色通通都标有台北车站 但是尤其是蓝色跟绿色 一个是往下另外一个是往上 那到底台北车站是往下还是往上呢 真的是看起来有啥啥 看不明白啊 看不懂 看单条线的话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以整个路线来看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捷运公司赶紧跳出来解释 这是国际惯例 往东北的方向标示往上 西南则是往下 但是真是如此吗 因为问题来了 被捷运说呢 往西跟往南才会特别的是标示在下方 但是我到了这个中校捷运站 我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啊 哦原来是呢 是依照呢这个捷运的路线 你如果在中校骑身往西边走 就可以到达台北车站 捷运民赶紧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因为再过几个小时 开了13年的南市角到北投直达车 将在周六晚上11点成为末班车 因为路线改变以后呢 南市角往北投的这台车呢 将会在今天晚上11点走入历史 捷运东门站周日通车 淡水线跟中和线正式宣布分手 而新的新卢线跟中和线贯通将成为中和新卢线 南市角到卢州跟南市角到辅大站 将在周日早上6点钟发出手班车 只是分流的新路线 让通勤族还有一段适应期 先发生了中校新生站的转程资讯 让通勤族抱怨 看龙步 同学王宗翰周日的台北采访报道